今時今日做歌手 懂得如何跟粉絲互動非常重要 能夠在街頭Busking 和市民近距離接觸 就更加是親民的表現 早前鄭榕就第一次玩Busking 感覺相當新鮮 榕其實最近也獲出了第一次 就是Busking 感覺如何 我覺得Busking真的很有趣 同樣都是表演 但互動的感覺是 因為Busking是非常自由的 不一定會有歌單 我們後來也有一些歌曲 是觀眾怎樣唱 而即時去唱 又那個互動 是接近到可以跟他們聊天 旁邊的觀眾 所以我覺得非常特別 最近鄭榕無論工作還是私生活 都跟動物很有關係 新歌有大象的元素 他最近養了一隻狗 還有非一般的來歷 我最近領養了一隻狗 那隻狗又很特別 因為他是澳門以前的菜狗 現在已經退役了 我經常會貼上他的相片 我自己的社交媒體上 有時會貼上大象的相片 好像最近很多動物一樣 對 今年鄭榕會繼續做歌 還預告今年是情歌年 希望繼續以自己最殺吃的情歌 引起粉絲的共鳴 共鳴